但是五千万算大钱吗 现在有人哭搜地宝 不止价钱高 犯罪率更高 也让之前跟魏家兄弟是邻居的 连胜文现在有些尴尬 连胜文今天就撇清 自己跟魏英聪绝对不是好朋友 至于对手柯文哲 就算连胜文的态度太不自然 台北市长选战 也受到这波黑心油事件的影响 不满自己被贴上顶心的标签 连胜文急忙撇清 有人讲说我们买顶心什么TDR25张 当初我们是捧这个证券商 永丰证券的厂我们去买 我说捧一下这个 捧一下这个永丰证券的厂 因为毕竟我以前是董事 所以我说好吧 我们就让25张意思意思 25张是占全体的发行量的万分之六 千分之零点零零六 外界质疑连胜文和鼎兴 魏家关系密切 从认购康师傅TDR到101大楼的登高赛 处处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就连父亲帮魏英州子女证婚也被放大检视 连胜文喊冤说自己和魏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遇到这个魏英聪董事长的机会是零 如果说纯粹就一个社区来讲 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 我只能说魏英聪先生 就是这位现在魏英聪董事长 这个绝对可以确定不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互动 自然就好了 我倒觉得他今天的问题是不自然 两百多人都买 只抓联社会这绝对是不对 这表示选择性办案 可是我们这个政府每次都这样 跟我们那个MG49一样 台大400个账户只抓柯文哲一个 连胜文急于切割 对手柯文哲也帮他教区 毕竟时安风暴全民受害 这个时候谁都不想和鼎心魏家站上边 雨电TV蓝用森 沈永沛台北报道